一见到慈祭志工来访 爷爷奶奶们就有说不完的话 拉拉手捏捏背也带动谭康 大家都变年轻了 慈祭长期关怀 辽布镇进老院已经两年多 大家感情深厚 每一次都如同老友相见 这次还特地带着长者们 一起做绿豆糕 好吃也好玩 有些时候他们的话 其实我们听不是很懂 毕竟年纪大了 口齿也不是很凌厉 但是我们也是非常熟悉 好像能够知道 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 认同慈祭关怀长者 佛山市新成立的遗养社区 特地邀请慈祭人 与员工们互动 所倡讨的这种大爱的这种精神 和我们社区就是作为一个养老机构 运营来讲 那么这种所倡导的这种孝导 那么是不谋而合的 职工带来了环保课程 安排分战活动 在游戏中学习做环保的重要 期待以后能够有更多机会 和长者们互动 希望带动老人家 发挥他生命的娱乐 一起投入做环保 家有一老 卢有一保 懂得爱护地球 也懂得珍惜社区的保 大爱新闻这三美之工 广东综合报道